金融市中正区德意里民活动中心管理员邓先生忙着用酒精擦拭消毒 因为5月10号案2305确诊者曾在这里参与歌唱活动 被金融市政府视为传染风险较大 当天15名参与者皆被匡列隔离 是住在这里的住在前面这附近 没有啦他们都是住在基隆但是过地方来的 他们有一个团体 然后就定期来这边唱歌 对对对 他在新北市的中和上班 那是因为他的职场有确诊者 就是职场接触者里面有确诊 所以他也后来这个阳性然后确诊的案例 那5月10号的话他在6点40分到8点半 在我们信二路的299号的16楼 也就是我们德意里的里民活动中心 那跟15名的民众有唱歌的活动 我想这个时间点是我们觉得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 另外案2201在5月初曾到过体育馆参加和气道课程 以及泳池游泳 5月10号到布立医院做健康检查 5月12号到5月15号更连续三天到陪着教训班上课 2201案他在这段时间经过疫调觉得比较有风险的这些 他的一个公共场所的一个活动时 所以也特别提醒如果在这段时间 有在这些场合出没的民众们 大家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案2304则是曾搭乘基隆台北间与基隆三重间的国防客运 5月9号下午到湾布山道伦沙滩则未戴口罩 他在5月5号8点到9点搭1813线从台北回基隆 另外从5月6号7号10号到14号 他早上都会搭乘8点20分 1802线的国防客运从基隆到三重 那另外在晚上的时候会搭6点半的这个1802线的 这个国防客运从三重回基隆 另外为了提醒民众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基隆市政府财政发展处与警察局人员5月19号 在安乐市场联合宣导巡查时 也针对6名未戴口罩的民众 依传染病防治法开出罚单 现在室内跟室外这个都要戴口罩 如果没有戴口罩要开罚 那不是讲假的是玩真的 所以在今天早上在安乐市场 我们有开罚6位的一个民众 那这是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的一个规定 那也希望大家遵守规定 不要以身释法 牛查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基隆确诊者有9成与万华相关 因此呼吁市民配合防疫口罩戴好戴满 在与确诊者同时断层出入这些风险场所的民众 则要提高警觉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记者黄少民张启腾采访报道